杨幂在扶摇中最美造型上线,惊艳无数网友啊! 杨幂在扶摇中最美造型上线,惊艳无数网友啊! 本文由明星粉丝团作者柴飞原创,未经允许不得转。 说到正在热播的扶摇,虽然被大家吐槽不如三生三世十里桃花, 可这部作品造型却比扶摇更加美,特别是在最新更新的剧情之中。 杨幂她这几年之中,虽然当了妈妈可颜值依旧很在线。 很多网友感叹这部作品要是剧情再好一点,完全不输三生三世十里桃花。 杨幂在鱼儿圈之中,这颜值算是很高的女演员了。 虽然从她走红之后,就常常有网友质疑她去整容过。 尤其是她的脸型变化最大,以前她是小方脸现在却成了瓜子脸。 可不知道大家发现没有,杨幂的脸型依旧很方,很多角度都可以看出。 只是现在和过去的区别是,她更加红的造型和妆容也更加美了。 娱乐圈被质疑整容的女星很多,可并不是每一个都有杨幂这样红。 她凭借着工作心欲走红之后,这人气越来越高。 这几年之中她这人气就没有下降过,而且作品收视率都是特别好。 偶尔她也有争议,可也没有动摇她在娱乐圈之中的地位。 现在的她更加看重演技,这作品也比以前更加好了。 不过以前杨幂也有很多经典作品,比如《仙剑七侠传三》和《古剑七弹》。 这两部作品也是仙侠剧,当初热播时完全不差《三生三世十里桃花》。 剧中她同样也有演技,只是常常被大家忽略。 认为她过去演技都很一般,到了《三生三世十里桃花》才渐渐上线。 杨幂明年的作品也很多,希望她演技可以继续上线,给大家带来更多更好的作品。 不知道大家最喜欢《扶摇之中》,哪一个角色了? 本文内容居为明星粉丝团原创,转载请先联系我们,谢谢。